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君左右护着一辆教练进城 纷纷猜测车内是何人 挤着孩子调皮的掀起一脚叫脸 看热闹 进城后 国君向教理问 我在宫里准备了住处 不知国师可否愿意入宫里住 帝君看了一眼凤九 回 住七霞街 又附到凤九耳边 小白 我今晚要留宿 凤九调皮道 我考虑下 还要考虑 凤九笑说 留宿是大问题 自然要考虑 好 帝君敲了一下他的额头 那你先考虑 我要弥补东华 长夜站在门外是想做的事 帝君你这是耍着我玩吧 那不都是你 不完全是 你知道 帝君挑眉看着他 凤九有些害羞 觉得在厚脸皮这一项上 只有小儿子白气可以追随帝君 他不再说话 懒散地靠在帝君的肩上 想着等回了九重天 一定得叫帝君去饭静住上一段时日 七霞街又是樱花乱飞时 众人看着无忧伤铺几个自身是感慨 帝君回想起过往 牵了凤九的守进了院子 一地落花 这院子里发生的一切都如昨日 那窗子里似乎还传出 他教几个孩子背书的声音 白气看看帝君拉紧了他娘亲 淘气地对承玉说 假爹我们一起睡吧 你不和你娘亲睡 想是想 可我想不过啊 凤九看着承玉带几个孩子离开 帝声道 连送进宫啊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神识 他跟小国君不会有桃花吧 那承玉要伤心死了 帝君笑笑 承玉一定叫连送先死 自己再伤心死 又道 你还是关心自己夫君的好 帝君这边轻松惬意 连送却忙得不可开交 两日后将横领兵返回 看着沉冰城下的连送 还想在各地诸侯面前争一下 不想国君江戈在城前痛斥国公恶行 三军将是阵前倒戈 各地诸侯要安抚 还要重新调整军中任职 连送这一忙半月有余 虽变念成玉却没有时间出宫 只叫副将周藏送了些宫中食物 今日 朝会安排好调房故意关等几个边关的人员后 终于有时间可以回复了 他还未走出宫门 国君是为江峰追了出来 将军慢走 国君请您等他一下 江戈上次见过东华公子之后 深知国师是世外高人 今次要重新败过 四个人轻装剪从到了七霞街 帝君半靠在长椅上正读一本佛经 他们走过月亮门 帝君抬眼看他们进来 洛霞于晖映在帝君的脸上 江戈忽觉有种窒息的感觉 江戈之前见东华公子时 觉得他有帝王之相 先人之谷 而此时 他觉得自己见到的是九天之神 天下之主 敬畏的不敢直视 愣正伦下 上前见礼 他恭敬地道 学生能请得您为国师是江国之福 我学识浅薄又无治国之能 还请国师教会 帝君看了他一眼 目光停在连颂的身上 能和他连颂历节有交集的人 自该是有些缘分的 既做了国师一该传授些他东西 一壶茶 帝君从治国理政 君是谋略 佛法道理 古人先先传授之深夜 江戈虽年纪小 领悟能力倒是高 帝君多讲了些 也算是尽了这一声国师之称 连颂自来还没同承议说上几句话 带国君走时 他房内早熄了烛火 他一肚子话没说上 又不能同帝君一样住在这里 信信地跟着国君出了无忧商铺 国君得了帝君的教会一场兴奋 越野下还在激动地跟他探讨如何使江国强盛 只有副将周唐看出连将军有些失魂落魄 周唐一直不知道成玉是女儿身 觉得将军这或许是为小城公子烦恼 其实他也觉得难选 最好是国君把两个人都收入宫中 他看了一眼国君身边的江峰有了主意 将军那么好 他也要为将军解除后顾之忧 书中有云 英雄都得配美人 虽 将军不惜美人 但 书中还说 英雄和英雄要惺惺相惜 总之 他见不得将军失魂落魄 英诚繁华落尽 一月又过 帝君虽当了国师之名 却只在国君将歌答应四方诸侯的时候 出现了一小会 宴席上本队封地还有些想法的诸侯 见到了传说中的国师 便抵消了心中所想 大将军连颂把控住了整个江国的时事 在别人眼中可谓风光无限 却也对将军之才甚是钦佩 国师安稳后 老成为国君之后 大将军良配之事整日里争执不下 却不知连将军去意已决 连颂知道东华想去清秋国 他自然也会追着成欲走 但自他到了江国 国君对他信任有加 他年纪又小 所以这段时间他留在宫中 为江哥筹谋他走之后的国事 此时 月至中天 国君书房里几张硕大的地图上 都是圈圈点点 长长的卷博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官员名字 这些人的职位互相制衡 他走并不影响江国之运 江哥心思缜密 此时他看着连将军的背影 心里坠坠不安 隐隐感觉国师 将军不会久留 他本想找个时机和连颂坦诚相对 听了周唐的话 一时间又难以抉择 连颂回过身看他盯着自己愣神 走至近旁饱了茶 平静地道 我要离开了 柳木肯胜任大将军 执掌三军 江哥的手猛的一抖 贾一给自己添茶 水却洒在了桌子上 一时间竟说不出一句话 许久后 道 我知将军志不在此 江哥能认识你三生有幸 又强迫自己笑笑 表妹对将军一见倾心 不知将军可有意 他看见他眼里闪过温暖的笑意 听他说 我心里有人了 江哥双手紧直了茶盏 有些犹豫 莫不是那的小城公子 连送扶了下茶叶子 小城 他是女子 江哥的心像是落在破碎的琉璃剪上 又听他悠悠地补了一句 是不是女子也不重要 喜欢就好 将来你有了喜欢的人就知道了 江哥看着飘散的茶烟 他有 不能说罢了 不知将军和国师准备去何处 我为你们践行 去小城的家乡 清秋国 江哥声音有些嘶哑 不管国师 将军去到何处 你们都是我将国的国师 大将军 事业 连将军月下出宫 江哥站在侧楼一角缓缓取下王冠 一头青丝飞扬在夜风里 眼角中是落下泪水 连送回到将军府已是吟试出客 并无睡意 想着天亮就去七霞街 自此 只陪着承玉走遍千山万水 老管家见他回来 取过一封信交给他 小城公子送来的 他看着红色的蜡风 莫名有种不祥之感 何时送来的 午后 他打开信间 承玉的字 我们回清秋了 将军保重 连送的心瞬间像飞了出去 看向副将周堂 马 快 周堂不知出了何事 匆忙去牵马 连送出了府邸 夜风一吹 心一阵刺痛 清秋在何处 他竟从来都未问过 此时 术后走出一人一马 是速顿 连送像是见了救星 速顿 你可知道清秋国 他笑笑 你这铺马追不上他们 千里学给你 他们该是过长阳到浮屠河了 连送跨上马就跑 又猛地转了回来 你不和我一起走 速顿下河展开笑容 我会飞 连送哪里还有心情和他斗去 重重拍了下周堂的肩 一乐将生飞跑了出去 周堂完全是猛的 也刺马遮了上去 浮屠河岸边 木船上众神都在等着连送 几日前 帝君突然说要回九重天 凤九想着只留下承玉一人不好 帝君却说承玉也得回去 还要走浮屠河 连送马不停歇 追至浮屠河时 夕阳见落 他远远看着船向远出走 浮屠河欲显一幕重现 他不能没有承玉 夸下马像疯了一样向前追 小玉 他喊着他的名字 脑海里飞速算着从岸边到船的距离 就是有也要追上他 连送从马上纵身向水里扑去 他落入水中的瞬间 汹涌的长河之水忽然静止了 水流绕身而过 似金光涌动 他神思瞬间清明 四海水君神是归位 连送守之玄山 从水中一跃而出 转念间到了承玉身前 小玉 他抱着承玉的时候 就听帝君悠悠地对戏会道 再不走 你要有弟弟了 承玉适时地在连送的脚上 狠狠地踩了下去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